邓紫棋哭得很惨,戴佩咪没想到邀请的嘉宾会让她哭。 59岁的资深唱将黄大伟接受金曲歌后代, 佩咪邀请上节目,并一起合唱黄大伟的经典歌曲让每个人都心碎, 没想到却惹哭了邓紫棋,黄大伟赶紧给她温暖拥抱。 戴佩咪在综艺节目时光音乐会,老友记忆里, 邀请了黄大伟跟她一起合唱,她表示自己很欣赏黄大伟, 觉得黄大伟把自己生命中经历的人事物都写进歌里, 这也是她从开始学音乐起见非常向往的。 在节目中,听完戴佩咪和黄大伟的合唱,邓紫棋感动热泪, 她说,我觉得David老师活出了我想要活的人生。 她希望自己能像黄大伟一样,一生都那么爱音乐, 邓紫棋之前也翻唱过黄大伟另一首经典歌曲《你把我灌醉》, 黄大伟也给予她很大的称赞,觉得诠释度很好。 作为在歌坛打拼31年的资深前辈,黄大伟的作品广为流传, 她本人对待音乐的态度更是影响着邓紫棋, 戴佩咪等许多歌手。 戴佩咪也把握机会请黄大伟加拿现场唱歌曲《你把我灌醉》, 她拿起吉他准备自弹自唱时, 现场的邓紫棋、余文文、王祖兰等艺人都拿起手机拍摄, 戴佩咪也感性表示, 黄大伟对音乐的态度会给后背音乐人一个很健康很棒的影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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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